如果你是苦的时刻,一旦的风险和风险和热灭记忆时, 我相信你会不会再起床,再起床,再起床。 没有告诉任何朋友或者亲人 打开啰嗦的房门 用仅剩的米和蔬菜 做了一顿不算丰盛 却热乎乎的饭菜 扫雪 劈柴 做着繁重的活迹 这样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 家乡给予的烟火器 是城市所没有的 好友恩书的到来打破宁静 他一语刀破 会员是没通过教室考试才回来的 因为挫败 所以想要逃离 听到这话的会员有些尴尬 他和恩书在下是一起长大的好友 他们毕业之后各自离开家乡 选择到遥远的地方扎根 但兜兜转转后又回到这里 回归较早的在下经营着果园 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果农 大城市的快餐并不好吃 不如家乡的菜叶子来得让人舒适 但家乡也有不足的地方 深夜触摸的野兽总是让人害怕 看着通讯录里的名单 会员没有勇气拨打过去 把自己埋进被窝 打算先将就一夜 房子里冉冉升起的吹烟 让会员姑妈意识到 有人回来了 不是会员的妈妈就是会员 母女俩是一个性子 回来了都不会和别人说 这让姑妈有些头疼 她带会员来到自家 为她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离家的孩子一定过得不好 才会吃的这样狼吞虎咽 临走时 大姑妈给她带了不少食物 在下闻身而来 怕她一个人在家害怕 送来一只可爱的小狗 因为是第五个出生 所以叫五狗 大家用自己的方式 关心着会员 男友也不停发来信息 会员思索着打出理由 却在发送前 将所有字符全部删掉 她现在心里很乱 需要自己安静一段时间 回来时正好是冬天 会员打算开春就离开这里 深夜有了五狗的陪伴 总算没有那么让人寂寞害怕 会员在四岁时 跟爸爸妈妈来到家乡 说了为了爸爸安心养病 可她还是在这里病逝了 妈妈虽然一直没有回到城市 却在高考前抛下女儿 拜托会员姑妈来照顾 只留下一封信来为自己辩解 但没有一句话 可以让孩子理解 因为女儿长大了 就可以抛弃吗 姑妈安慰会员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但会员心里清楚 爸爸的家乡对妈妈来说是牢笼 一旦逃离就永远不会归来 会员不知道妈妈的理由是什么 想着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直到收到录取通知书离开这里 又因为对城市厌倦再度回归 还是没有想清楚 嘴上说着会很快离开的会员 却渐渐让寂静的家有了烟火气 会员拥有妈妈的好手艺 细心为好友准备美食 三种颜色加上软糯红豆做成的糕点 不如妈妈做的那样带着甜味 反而有点咸 在下在院子里努力为五狗做狗屋 恩书悄悄喜欢着他 警告会员不要打在下的主意 可会员现在无心恋爱 自己与男友之间还是一团糊涂 怎么会有心思想别人 但恩书却看得出 在下对会员有好感 他故意缠着让在下送自己回家 可在下一路上问的 都是关于会员的事情 这让恩书不免有些吃醋 当男友的电话打来 会员装作信号不好 匆匆挂断电话 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命苦 父亲生病离世 母亲独自离家 还有考不过的教师资格证 如果不是及时回到乡村 自己一定会崩溃吧 糟糕的心情渐渐随着绿意消散 红彤彤的番茄看起来格外美味 突然响起抓小偷的声音 让会员慌了神 原来是在下故意在动他 二人玩起了小时候的游戏 如同孩子一样在田间打闹 自在与惬意是大城市少有的存在 繁重的劳动后需要甜酒来安慰 会员学着母亲的样子 将热腾腾的糯米混合酒区 经过沉淀发酵后就成为大人喜欢的味道 儿时的会员喝得最多的是甜米露 米酒的味道不适合孩子 却很适合给大人赶做饭的 做好的米酒很有妈妈的味道 会员特意邀请好友一起来享用 吹着冷风在冬天喝着酒 这是一件很畅快的事情 在下却觉得冷想要关门 被会员故意绊倒后 二人打闹在一起 亲密的样子被挽到的恩叔看到 他慌乱想要离开 却被会员发现叫回了屋子 三个人很久没有在一起喝酒聊天了 乳白色的米酒很快就见了底 温暖的房间里 三个人东倒西歪 各怀心事 最倒的在下说着寒哭不清的话 让会员十分羡慕 在下很清楚自己回来的目的 带着想要的答案在这里扎根 而会员却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才逃离 这里对在下来说是梦想发芽的花园 可对会员来说 这是躲避压力的煽动 说着不久就会离开 等到过完这个冬天就走 会员却在春天来临时亲手播种 他还是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风吹迈浪 花香满山 大自然给予人类最好的馈赠就是植物 采摘下来的野菜等到秋天就可以享用 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蕴染了少女脸上的笑容 雨水是最滋润的养分 等到土豆发芽的时候 会员到集市上买了辣椒苗 想要安心享受现在的田园生活 可吵闹的好友却让他无法安静 不过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起码生机勃勃 也不觉得无聊 用鲜花点缀的面条 宛如静默的山水画 吃到嘴里带着自然的芬芳 会员的回归让城市的朋友大惊小怪 他们想象的农村到处都是虫子 也不安全 不明白会员为什么要离开繁华的城市 回到穷乡僻壤的地方 子飞鱼 烟之鱼之乐 这片土地曾经养育了会员 如同母亲一样让他觉得亲切 会员在家乡也不是没有烦恼 村里长辈过分的热情让他无法招架 坐在一起聊天的大婶 总是问起会员不愿去想的事情 虽然是好意 却让人感觉尴尬 比如离开很久 却每次在做饭时都能想起的妈妈 存在于会员的脑海中无法回散 青色的包菜加上鸡蛋 煎出来浓郁的食物香味 再加上味道独特的沐鱼花 就是会员妈妈独创的美食 当然小时候的会员不知道这叫什么 直到长大了才意识到被妈妈骗了 用妈妈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料理 简单却也美味 邮递员送来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是离家很久的妈妈写来的 信里会说什么呢 是对女儿的解释还是愧疚 但会员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土豆面包的做法 那个让自己惦记了很久的配方 在种植水稻的日子里 会员愤愤不平地向在下抱怨着 离家那么久写回来的第一封信 居然是料理配方 但更让会员奇怪的是 自己回来这件事妈妈怎么会知道 泥泞的稻田里 会员走得摇摇晃晃 用心插下每一株稻子 不再去思考让人烦恼的事情 四五月正是槐花盛开的时候 铃铛一样挂在树上 点缀出不一样的蓝天 裹上面液送入金黄的油锅 脆生生地带着几分甘甜 味道最好不过 夏季缠鸣不绝 热啦啦的太阳让五狗不断吐着舌头 面子里的鸡叫得厉害 地里的野草在疯狂生长 烦闷的天气让人静不下心 这种天气的劳作是一种辛苦 会员来到恩书工作的地方 惬意地享受凉爽的公调 恩书工作上遇到了不顺 公司的部长总是什么也不做 却善于找员工的毛病 这让恩书感到十分不满 会员劝说他感到压力大可以辞职 但这瞬间点燃了好友的火气 他大声抱怨着会员不懂别人的烦恼 也不懂安慰朋友 说完气冲冲地离开了 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吗 所以恩书脾气裂得像是炸弹 和在下一季田间劳作时 他们提起了儿时会员被孤立的事情 可会员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 在下回忆起小学时的会员 露出钦佩的目光 他说会员那个时候完全不生气 还说随大家去吧 帅气的样子不像是被孤立 反而像是孤立别人 提起儿时同学的名字 会员才慢慢想起那件事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也很生气 是妈妈教给他的方法 才让他顺利度过那次危机 小时候的自己也说过和恩书一样的话 觉得妈妈不知道安慰自己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会员做了美味的焦糖布丁 送到恩书工作的地方 小时候心情不好时 妈妈就会像魔术师一样 送上美味的焦糖布丁 敲开脆甜的外表 柔嫩甜软的内心下 铺着嘎嘣嘎嘣的果仁 是可以改善心情的甜品 夏天的高温真让人苦恼 村长发布通知让大家多补充水分 白天的时候减少夏天次数 险些被热晕的会员接上水管 凉凉的水洒在院子里 给自己通通快快地冲个凉 午后坐在门口 倒上从冰箱里拿出的牛奶 配上新鲜蔬菜 沁人心皮 那个时候的自己和妈妈 一起坐在门口的大树下 吃着新鲜的西红柿 讨论妈妈的娘家 年轻气盛的妈妈 因为和爸爸恋爱 发誓如果不过上好日子 就不和娘家联系 就这么一直等到女儿长大 没了老公的妈妈也鲜少与娘家联系 守着女儿 守着逝去的恋爱 看着门口生根发芽的菜地 随手扔出漂亮的湖线 赤胜的西红柿就算扔在地里 也会默默从土地里钻出嫩芽 接受着阳光的洗礼 逐渐由青色变成红色 雨天是西红柿最讨厌的季节 过凉的雨水会让西红柿枯萎 显然会员的运气不是很好 月光照应下的溪流波光淋漓 正是抓田螺的好时候 会员与在下收获满满 一起在月光下品尝便当 在下主动了解了会员的男友 之前会员总是做便当为男友送去 直到听到他与同事间谈话 炫耀时刻意贬低着自己 被伤害的会员也就没再为他做过便当 即使这样也还是没分手 不同于会员的优柔寡断 决定回到家乡的在下很快分了手 虽然很喜欢之前的女友 可异地恋不是每对恋人都能经得起的考验 自己也不会回到城市 不如干脆说再见 恩书偷来爸爸藏起来的酒 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 说好要离开的部长没有走成 郁闷的心情格外需要酒精安慰 月光下恩书与在下打闹着 会员静静地躺在石头上 回想着在下说过的话 终于可以鼓起勇气说再见 这么长时间不联系 男友也大概猜到了会员的心思 没有过度纠缠 两个人痛快地说了再见 会员也好好地恭喜他考试合格 暂时的逃离变成永久留下 他和在下一样 和大城市的喧嚣说了告别 打算扎根在家乡的土地上 夏末秋至前雨水格外充沛 给种下的植物提供满满元气 雨水冲刷掉了绿意 露出成片金黄的稻田 会员自在地穿梭在田间路上 后面紧紧跟着忠诚的护卫 五狗 城市徒增烦恼 悠闲的田园生活掏空钱包 几个月不工作 让本就不多的存款见了底 和恩书闲聊的时候 得知他还没有向在下表白 会员忍不住说教起来 什么都不说等着他自己明白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藏在心里的话最是骨骚 说出来才会畅快 道理讲出来很容易 却是会员自己都做不好的事情 面对无理的客人不敢开口辩解 只能默默忍耐 比起他来 在下的行为可谓勇敢 面对喋喋不休的上司 直接选择离开 后来居上的恩书 也用铃铛交破了部长的头 成功发泄出心中的怨气 就在恩书兴致勃勃 准备攻略在家时 在下带着前女友回来了 皮肤白皙的姑娘 让恩书瞬间挫败 会员打算用顶级美食来犒劳她 所以顶级的意思 就是自己亲手做的才是最好吃 在会员的指导下 一份红彤彤热辣辣的美食上桌了 两个人吃到嗓子哑掉 让在下误以为他们吵架了 辣椒可以催生眼泪 是示意识最适合吃的东西 因为她会承担所有的罪责 让眼泪肆无忌惮地流下来 为了让前女友死心 在下索性说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 半真半假的话并没有让会员放在心上 秋天真是适合分手的季节 也非常适合香甜的板栗 如果山里没有熊的话 还能捡更多 经过一夜的浸泡 给板栗染上浓重的焦糖色 处理好的板栗罐头可以保存很久 让人可以随时品尝它的甘甜 同样硕果累累的 还有在下的苹果园 在下以一袋大米为报酬 向雇佣会员来帮忙摘苹果 但会员却说出了一大堆事情 说要回首尔的人居然如此繁忙 无意中被戳破心思的会员尴尬不已 想要离开这里 却又采了一脚天然肥料 都是为了维持该死的面子 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了五狗 也打粘了成片的水稻 老天爷真的一点不懂劳作的辛苦 帮着扎水稻的会员念念叨叨 抱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回首尔 因为一点挫败就又想逃离 可再抬起头来 发现自己已经做了很多活了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在下的苹果园 可他却没有像会员那样灰心 起码农业没有欺骗和谎言 结结实实做了一天农活的会员 帮助在下时哀声载道 在下特意拿出完好的红苹果 让他可以回去慢慢享用 这是在大雨前为会员留下的 经过风雨却依旧完好鲜艳 真是一个奇迹呢 会员曾经也是很讨厌这里的生活 认为这是妈妈的选择 为此还对妈妈发过脾气 这里交通不发达冬天也很冷 如果是首尔的话一定不会这样 抱着这样的希望才去到首尔 没想到有一天会从首尔逃离 回来的日子里自己假装认真 却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困难 因为想要逃离是安定不下来的 会员学着妈妈的样子挂好饰饼 捏一捏等它软下来 到了冬天就是美味的甜品 再次翻出来妈妈留下的信 会员才有些明白她离开的答案 妈妈想要把自己扎根在这里 以后累了能有重新开始的地方 能想起这里的泥土气息重新来过 父亲离世后的妈妈被自己所牵绊 无法去寻找心中的小森林 自然与料理还有对女儿的爱 这是妈妈心中的小森林 而在她细心教养女儿长大后 终于可以放手去寻找 而现在回到乡村这么久的会员 也可以寻找自己的小森林 也可以提笔写下给妈妈的回信 当然没有地址的信只能挂在房间内 冬天再次来到的时候 饰饼已经变得甜软美味 再次给大门落下锁头 留下房檐上的饰饼 拜托好友照顾五狗和鸡 如同妈妈一样 没有任何联系地离开了 恩书抱怨着会员的无情 再一下却觉得会员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短暂地离开 不过是去准备定植 将培育好的苗移到施好肥的土地中 这个过程就叫做定植 而且在冬天种下的洋葱 要比春天种下的还要填好几倍 当春天到来的时候 会员果然带着行李回来了 洋葱做成的美味料理 可以填到人的心里 当在下再次送回五狗 当房檐的漏洞被补好 当你再次穿梭在田间 当熟悉的人再次出现 会员也找到了心中的小森林 小森林是韩国瑜2018年上映的剧情电影 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村生活画卷 村头金黄的麦田 院中废教的五狗 还有掺杂着诗意与世俗的美食 让人情不刺激 向往美好的农村生活 在满在绿意的树下乘凉 在夜间的溪流中摸鱼 当儿时的回忆被勾勒完整 随之而来的是迫切的归家之心 城市的生活太累太繁琐 有书本里不曾教导过的心迹与谎言 我们被迫成长 被迫说谎 被迫在寂寞的夜里学会伪装 每当这个时候越发怀念田野的芬芳 怀念家乡泥土的气息 四季与美食 青春与汗水 日轨与钟表的差距 代表乡村与城市的快慢 城市那么大 可以装下无数人的梦想 却又那么小 小到没有你的容身之处 乡村不算大 却能让你有块乘凉之地 可也不算小 能承载你一辈子的口粮 我曾无数次想过回归乡村 一院二人三餐四季 粗茶淡饭尽显纯朴 可如今想想 如果我无法跨越工作的困难 如何能让希望的和苗生根发芽 回归不是逃离 而是身心修养的过程 家乡的土地永远欢迎远归的游子 欢迎你在这里重新起航 如果你感到疲惫 不妨背上包裹 寻找自己的小森林 让自然抚慰你的伤疤 心中有风 所以处处阴凉 脑中有海 所以不觉烦扰 当天寒地冻的日子过去 你的小森林也会充满生机 那你呢 你最近是否感到疲惫 是否也有那么一瞬间 想逃离到乡村 去过一个没有烦恼 没有工作的生活 如果你有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我们下个地下来吧 谢谢你 我讨论区